冯小刚拍那个手机的时候 就那个时候 那个我觉得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大家晚上好 这里是友谊说一 我是严守一 让我们重新沟通 2003年 冯小刚的喝水片手机上映 影片中 友谊说一的主持人严守一 被认为是在影彻崔永元 之后媒体采访崔永元 崔永元说 冯小刚确实跟他交流过此事 但影片中复杂的情感关系 却只字未提 他对手机的导向提出了质疑和不满 但后来崔永元说 一场电影的讨论 被媒体描述成了 对冯小刚等人的人身攻击和解私分 这件事情以后 崔永元对媒体的态度 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我忽然发现媒体不可信 因为我自己就是做媒体的 我觉得媒体是恪守底线的 是讲良心的 而且我们受的是这样的训练 我忽然发现媒体很 因为那个时候是让我特别失望的 说什么就都有了 你说 我就觉得 这个社会不像我想象的这样 所以你看我其实我明白事挺晚的 我那个时候觉得 这个世界好复杂啊 根本不是说你一片赤诚就能面对的 所以那个时候就一线就垮了 就是我觉得就是世界观改变了 就忽然觉得这个世界上好多坏人 以前我可觉得都是好人 好人 有缺点的好人 个别的可以忽略不计的坏人 到那个时候忽然觉得一半好人一半坏人 所以到现在你坐在我面前问我 我也不认为媒体对 我觉得从手机开始我觉得他们是无耻的 无聊的 无趣的